当然鞋子第一个 它开口笑 然后越开越大 当然那个心就整个就 好像快要碎掉了一样 回家以后自己 其实我有先想办法 要去把它补起来 可是就是没有办法 因为家里的那个针太细了 没有办法 所以我自己是有试过 是没有办法把那个鞋子 开口是补好的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 在那个年代里面真的物资很稀少 所以每个人都很欺负 以我们现在来看 一双皮鞋你已经开口笑 大部分就是直接丢掉了 可是在那个时候 你要再把它疯疯布布 真的很不容易 尤其是一双皮鞋的底这么厚